今天呢来介绍一下这个玛雅2017XGN模范交互式修饰这个新功能 那么这个新功能它这个菜单在什么位置 主要是在这个主菜单的深层菜单下面的这些绿色的标起来的这些 都是XGN交互式修饰的这个新的菜单 那么它所在的工具架这里的地方在XGN工具架下面的后面这些用绿色括号括起来的地方 那么我们把这个目光放到整个玛雅界面的右上角工作区这个地方 那么通过这里的调节呢我们也可以快速的把XGN交互式修饰的这个菜单 或者说一些命令面板给它调用出来 点击那么切换过来以后 XGN它交互式修饰的编辑器面板就已经是被调用出来了 好下面呢我们来简单的走一遍这个XGN交互式修饰的这个 制作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流程 首先呢在场景里面先新建一个球体 然后呢要给它新建这个毛发系统 那么怎么样去新建这个新的XGN交互式毛发系统呢 我们可以在生成菜单下面 点击创建交互式样条线这个命令菜单就可以 好了那么在屏幕当中这个球体的周围呢就生长出了这些淡黄色的毛发 好那么使用工具架下面的工具按钮呢 主要是使用XGN工具架下面的这一个按钮 使用交互式样条线创建头发或者说是毛发 这新增功能我们选择这个球体点击这个工具按钮 那么它会跳出来这个菜单面板 这里的参数暂时都保持默认就可以 直接点击应用 那么同样的也可以直接创在球体上创建出新的这个毛发系统 好那么当你的毛发系统已经创建出来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交互式修饰的这个编辑器里面 选择住这个毛发的这个节点最上面的这个初始节点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属性编辑面板这里的一些参数呢 把它的毛发的初始的这个效果给它做些调节 比如说宽度比例 就是说整体的调粗或者说调细 还有一些锥划 锥划的意思呢主要是把它的发烧给它变尖或者说变宽 后面还有一些管状体着色 主要是勾悬了以后看起来让它变得怎么样 像一根管子一样 因为毕竟头发呢它还是一根仔细放大看 它还是一根这个圆柱的效果 好那我们把它再调到稍微细一点点 然后最后稍微尖一点点 好那么这个呢是它的初始的这个形态 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它改变一下它的造型 那么像这种系统的话我们怎么去改变它的造型呢 我们来看工具架下面它后面有很多的笔刷 好那么这个毛发系统呢它主要就是靠这些笔刷呢来改变它的这个外形 那么这个笔刷这些笔刷它在菜单里面是什么位置 主要是在深层菜单下面这里 交互式修饰工具下面这里 有很多的笔刷 长度笔刷 对吧 平滑笔刷 梳理笔刷 抓取笔刷等等 那么笔刷呢就在这里去进行调节 选择 在这个工具架下面就在这一块 好那么我们要去调节的话 那么你一笔刷下去 比如说我去梳理笔刷 一笔刷下去以后它的造型就已经发生变化 那么万一我后悔了想重新来进行梳理的话怎么办 那么这里呢你除了按这个康复加Z回车键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是 到这个交互式修饰编辑器下面 这个节点这里把它展开 这里有个雕刻层 主要是用雕刻层来控制它的这个 雕刻或者说是梳理的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创建多个雕刻层 比如说创建一两个啊 两三个 然后呢把它切换一下 对吧 现在比如说切换到这个雕刻层二这里 给它随便的梳理一下 那么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或者说太强的话 那我可以再把它通过滑墙的来给它减弱一点点 我们可以通过多个的这种雕刻层来控制它的最终的这个毛发的形态 这个也可以稍微减弱一点点 好当你整个的这个效果大效果雕刻的差不多以后呢 我们可以给整个的这个上面的给它增加一个什么增加一个这个修改器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在雕刻层上面增加一个比如说造波修改器 那么增加上去以后我们来看 它就会给这个整个毛发的效果增加一些随机的这种造波的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还可以利用它的一些参数呢来进行调节 那么频率啊 这招啊 浮纸啊这些 从而达到一个整体控制的这个效果的要求 那么在制作毛发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何控制这个毛发的生长范围 那么在这个毛发系统里面呢 也是能够比较好的达到这样的这个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还是新建一个场景 新建一个球体 让它生长出毛发 密度呢可以稍微多一点 比如说15吧 长度短一点 0.5 这些参数我们到后面还会 这个进一步的进行讲解 首先呢把它的这个 宽度给它调小一点 那比如说我想这一块 这个球体的表面呢 不让它出现毛发 怎么样去进行控制呢 那么主要是用贴图来进行控制 那么我们在这个节点选 最初这个毛发节点选择住以后 到它的属性编辑面板 找到这个属性编辑面板下面 这里呢它有个遮罩 遮罩的话我们可以在上面呢 给它直接点击一下后面滑桥后面的这个画笔按钮 可以创建一个Mask 就是遮罩的这个贴图 当然了你要创建这个贴图的话 你首先还有做的一步是什么 一个是把它的这个文件路径 你给它创建好 就是我这里要随意的 给它放在桌面上 好 再点击创建 所以格式可以随意改一下 好 创建完之后 那么整个球体的就上了一个颜色 上了一个白色 白色呢就代表的你这个毛发 就会按照原本的参数完整的生长出来 如果是我一笔画去是黑色或者说是灰色的话 那么灰色的地方毛发就减弱 就是说会变短一点点 如果是纯黑色的话 那么它就完全消失 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黑白图呢 来控制的毛发的生长范围 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好用的办法 当毛发这个范围控制好以后 那么效果调节好了 造型效果调节好了以后 那么我们再到这个材质编辑面板里面去看一下 它这里呢还有一些会生成一个 只要你创建毛发系统 它就会生成一个这个毛发的材质球 那么可以通过这里的参数调节 来控制一下整体的这个毛发的这个效果 比如说在这个材质查看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下 换成阿诺德的这个渲染器 然后呢这里呢 材质球可以换成头发 就是说它可以看出来 最终它渲染起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对吧 比如说把它的颜色 或者说这个明暗呢 都在改改 好 其他的比如说透明啊 环境颜色啊 这些都改一下 高光的减弱一点点 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使用 XGN这个交互式修饰 制作毛发系统的一个简单的小的过程 那么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小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